女人嘴里放着求救信号 试图让医生帮忙 而这一切却引起丈夫的怀疑 陈豪赶忙解释说 妻子有炎症 需要马上进行处理 便起身准备出去拿药 不料却被男人一把拦住 医生说只是出去拿药马上回来 男人这才让陈豪离开 随后医生拨打了报警电话 还没等他说上一句话 电话突然被挂断 紧接着男人说 妻子不需要治疗 而陈豪试图拿女人的病情 将他们留下 可做贼心虚的丈夫转身就走 安娜却流露出无助的眼神 陈豪则按下决心帮助女人 随后他根据安娜的登记信息 便带着波波乐来到他们的住处 当男人打开肛门 似乎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 陈豪见状突然闯了进去 冲到安娜跟前 此时女人身体非常虚弱 而激动的男人说出实情 原来女人竟是他的女儿 因为有精神疾病 这些年都在服用药物治疗 而陈豪并没有相信男人的鬼话 先让波波乐打开窗户透透气 紧接着偷偷拿出一颗药丸 放进男人的水杯里 一切安排妥当后 陈豪便同波波乐离开 毫无察觉的男人把水一饮而尽 仅过了3.14秒 男人便有了反应 此时陈豪破窗而入 偷偷将安娜抱走 等女人醒来时 陈豪告诉他 这里是医院 而且非常安全 这时医生过来说安娜非常健康 而女人却十分不解 为什么这些年自己一直在治病 陈豪觉得必有隐情 而且 安娜看见扫地机器人 竟然非常恐惧 如今25岁的女人 竟然像个小孩子 对周围的一切事物都觉得新奇 正是父亲的控制欲 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 这时波波乐赶来 说女人的父亲生病了 需要安娜的照顾 陈豪却极力阻止 说那都是男人的谎言 而且对安娜的健康也一直撒谎 女人却说他毕竟是我的父亲 现在他需要我 不管他以前对我怎样 陈豪此刻非常激动对女人解释 正是男人五年前失去妻子 没有了安全感 怕安娜长大后也离开自己 谎称女人身患疾病 每天被控制在家中 可尽管如此 安娜执意还是要回家 陈豪这时意识到 解铃还虚息凌人 于是再次来到女人家中 将安娜的大学通知书 直接递给男人 表示同情男人 失去妻子的悲痛心情 现在唯一的亲人只有女儿 但是父爱不是战友 你的爱已经让他窒息 如果真的爱女儿 就要学会放手 让他回归社会 这一刻 父亲流下了眼泪 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因为自己的自私 竟把女儿的青春 关在狭小的房间里 看着眼前真诚的小伙 决定把女儿后半生托付给他 希望二人从此过上 幸福快乐的生活 所有人不能睁眼 一旦睁开眼睛 身体会被神秘力量控制 心甘情愿地把自己送走 甚至坐进着火的汽车里 把自己炸成渣渣灰 而一个红发女人 正在用头撞击玻璃 尽管都流出番茄汁来 她还是不顾别人劝阻 继续疯狂地使劲状 安娜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下得赶紧逃跑 她让妹妹快点开车 然而下一秒 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人群拼命地奔跑 在躲避什么可怕的东西 到处都是汽车撞击声 诡异的是 妹妹突然双眼流泪 接着变成了黑色 身体不受控制 咔的一脚油门下去 直接撞上躺着的汽车 两人肯定完蛋了 然而安娜看视频 点了赞和关注 毫发无伤地从车里钻了出来 妹妹却直接领了盒饭 这也太可怕了 一个女人想要扶她 突然好像看到了什么 静止抄着着火的汽车走去 结果汽车爆炸 还好男人扶起安娜 躲进一户人家里 他们害怕坏了 这时电视里播报 只要看到空气里的怪物 人们都会不停自杀 黑哥赶紧拉上窗帘 看不见怪物暂时是安全的 然而房主十分地好奇 想通过监控看个清楚 很快一阵阴风吹过 男人瞬间眼睛发黑 渐渐失去了意识 其他人听到动静赶来 伍卓言把屏幕踩碎 可他们睁眼发现 房主已经领了热乎的盒饭 众人彻底绝望 更让人绝望的是 食物也都吃光了 为了继续活下去 他们必须出门寻找食物 可是外面都是怪物 到底要怎么出去 不用眼睛怎么开车 用报纸弧住车窗 挡住汽车影像 导航定位好位置 用感应器观察 哪里有障碍物 每个人都胆战心惊 突然咔嚓一下 感应器疯狂报警 显示前面有障碍物 男人把车停下 刚要到车 谁知后面也发出警报 可怕的是 他们头顶划过巨大的黑影 小胖吓坏了想要出去 更可怕的是 警报显示 周围爬满了东西 突然车子剧烈摇晃 如果再不离开这里 他们全得隔屁 黑哥赶紧猛踩油门 快速离开 众人有惊无险来到超市 他们不敢睁开眼睛 一路摸索前进 进到超市终于安全了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采购 外面就传来疯狂的敲门声 有人在求救 黑哥准备放他进来 可那人突然撞门 三个人都挡住 关键时刻 小胖猛地冲上去 可遗憾的是 很快一滩黑血流了进来 显然小胖领了盒饭 没办法他们赶紧逃回家里 这天两个孕妇同时生产 大家手忙脚乱 而西装男变得诡异 他拿出全是怪物的画像 竟然拉开窗帘 撕掉窗户上所有报纸 随后把黑哥一拳打倒 冲进孕妇房间 快速拉开窗帘 强迫他们看向外面 然而胖妹躲闪不及 眼睛便黑被怪物控制 他搜得冲向窗户 直接把自己送去了西北 年轻的奶奶上前阻止 却被禽兽死死抱住 强行扒开她的眼睛 就这样奶奶也被脏东西控制 拿起不要钱的剪刀 酷痴扎死了自己 正当男人对安娜下手时 黑哥赶来干掉了坏人 五年后 两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了孩子 但他们只能蒙着眼睛生活 这天一群不速之客闯入 他们清楚是怪物的信徒 黑哥让女人带孩子先走 自己留下来断后 疯子们把他团团围住 一人拿起钩子 想摘掉他的眼罩 黑哥开始反击 但他也受了重伤 为了给妻子争取时间 他只能拿下眼罩 一枪干掉了所有坏人 不出意外的他也看见了怪物 于是举枪送走了自己 虽然安娜悲痛欲绝 但为了两个孩子 他只能离开这里 经过两年的辛苦跋涉 终于找到一个避难所 在摘掉眼罩后发现 这是一家盲人院 职务形成了保护罩 怪物根本无法靠近 故事的最后 女主带孩子留在这里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影片中从未出现的怪物 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呢 亲儿子把母亲推下万米悬崖 母亲胯茶就掉了下去 我的天哪还好被树枝卡住 看到母亲并没有隔屁 而是死死地抓住悬崖边缘 孝顺的孩子马上举起石头 准备把母亲砸下去 关键时刻 一个身影快速冲来 把亲儿子扑倒 石头从母亲身边擦肩而过 定睛一看 原来是母亲的养子来救他了 因为养子平时吃得不好 很快就被亲儿子压在身下 趁着他们撕打之际 母亲使出浑身力气 尝试着向上爬 但悬崖实在是太陡峭了 每挪动一下 都有可能掉下去 很快亲儿子把养子 按在悬崖边上 死死勒住他的脖子 眼看养子就要凉凉 好在他身手敏捷 不断地翻滚 这时母亲爬了上来 看着不断向悬崖边 翻滚的两个儿子 赶紧冲了过去 就在两人马上坠崖时 母亲及时赶到 抓住了两个儿子 可母亲一个人的力量 根本没有办法 同时救起两个孩子 所以他现在面临着痛苦的选择 一边是怀胎12月生下的亲骨肉 一边是别人的孩子 他到底应该怎么办 亲儿子不断地说 妈妈我爱你 这时养子的手臂突然下滑 此时他必须要做出选择 如果再犹豫下去 可能两个儿子都会隐恨西北 终于他做出了决定 让人想不到的是 女人最终拼尽全力 把养子从鬼门关救了上来 而亲儿子的尸体 则被冰冷的海水瞬间冲走 那你觉得女人的选择是正确的吗 男孩天生是个坏种 他把稻草人放在天桥上 看着不断呼叫而过的车流 男孩胯察就把稻草人扔了下去 路过的司机还以为是真人 结果躲闪不及 引发了重大的交通事故 几十辆车连环相撞 而罪魁祸首居然面不改色地露出笑容 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男孩深深地陶醉其中 可怕的是仅用3.14秒 数十辆汽车全都报废 竟然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来 而男孩开心地露出西班牙 快速地逃离了现场 两人没跑多远 就听见一阵警笛声 男孩停下来仔细观察 很快警车越来越近 见情况不妙 他们赶紧抄小道 躲到一旁的桥洞里 当他抬头发现 刚才的警车已经呼啸而过 这才放下了悬着的心 杨子不明白男孩为什么这么做 男孩不以为然地说 只是为了找点乐子 杨子虽然很震惊 胆也不敢反驳 毕竟自己也是参与者 然而更过分的是 他竟然把亲妹妹 虚地推出了安全区域 自己则停下来看热闹 还不知危险的女孩 满满站起身 接着咔嚓掉进了冰冷的湖水里 男孩健壮假装去救妹妹 快速地伸出右手 妹妹拼命地想拉住她的手 不管女孩怎么努力 男孩都完美地避开了 很快女孩全身冻僵 快速沉入了水里 好在一年后 工作人员及时赶来 拼命地在冰面上凿冻 此时男孩只是冷漠地看着 好在就出了晕死的女孩 隔天杨子把男孩做的坏事 都告诉了母亲 然而女人并不相信 还狠狠地给她一个大笔兜 晚上杨子想找点吃的 男孩突然出现 告诉她冰箱里的食物都被下了毒 不怕死就随便吃吧 杨子怕家人受到伤害 于是把食物全都倒掉 而男孩赶紧叫起父母 母亲看到杨子疯狂地破坏食物 还以为她精神有问题 便把她关进房间里 可女人回头时 却看到儿子露出诡异的表情 女人有些怀疑 谁知儿子对母亲起了杀心 隔天把她骗到悬崖边 一把把母亲推了下去 还好女人被树枝卡住 可儿子并不想放过母亲 举起石头就要砸下去 关键时刻杨子把她扑倒 两人撕打在一起 母亲趁机爬了上来 抓住即将滚落悬崖的两个儿子 这才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最终母亲松手 亲儿子坠落悬崖 被海水彻底冲走 母亲悲痛欲绝 抱着杨子放声大哭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母亲的做法对吗 男人顶着肉等猛兽来吃 只要谁能撑到最后 就能获得十亿美金 随着一声咆哮声传来 众人睁大了眼睛 是一条屎前巨蜥 男人吓尿了 这比他们想象的大太多 两人吓得直接放弃比赛 场上只剩下四个人头 巨蜥起身吐出可怕的舌头 他们默默祈祷 不要选中自己 然而蜥蜴却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搜得冲到男人跟前 直接咬掉他的鼻子 我的天啊 这也太可怕了 还没等他们缓过神 巨蜥又快速冲了过来 还好选手反应够快 才保住一条小命 现在场上还有两个人 只要熬走对方 就能拿走巨额奖金 这时蜥蜴迈着魔鬼的步伐 走向幸运的陈豪 他伸出舌头尝了下味道 刚准备一口吞下他 而男人彻底崩溃只能放弃 蜥蜴没吃到肉 便摇着尾巴走向另一边 此时场上只剩小帅一人 即使他现在离开 也能得到十个亿 哥们劝他保命重要 谁知男人要钱不要命 这时巨蜥离男人仅有一厘米 然而他并不害怕 还疯狂地问候他 祖宗十八代 接着下一秒 最终男人赢得比赛 可是由于过度的惊吓 男人也变成了傻子 那么问题来了 你有见过比这刺激的游戏吗